开了口袋美股的账户号 是否对于美股的交易规则不太熟悉 而迟迟不敢进入市场交易 别担心 这集我们来讲解美股的交易规则 与台股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让你交易美股不再是困难事 首先下单美股要先知道美股的交易时间 可从途中看到美股的交易时间是在晚上 下令时间与动令时间不一样 下令时间较早而动令时间较晚 台股的交易涨跌幅有上下10%限制 而美股则没有限制 但美股会有瞬间价格的稳定措施 如果今日行情下跌幅度太大的话 就会触发所谓的熔断机制 那什么是稳定措施的机制呢 台股的股票如果遇到价格行情较大 会出现暂停两分钟的交易 让价格回归稳定 而美股的股票ETF也有类似机制 不同标的与情况则会有不同的稳定方式 那什么是熔断机制呢 熔断机制最早是由美国的纽约股票交易所 在1987年提出 以避免发生类似黑色星期一的股灾 受到2019年疫情和油价崩跌的影响 美股2020年3月就出现过4次的 S&P标普500指数的熔断机制 股神巴菲特在当时曾说过 活了89年第一次遇到 当时S&P500指数行情波动达到限定目标时 对整个市场进行暂停交易15分钟或是关闭的机制 熔断机制启动的基准是依照S&P500指数当作依据 判断是否暂停整个市场交易 那买卖交易的模式差别在哪里呢 台湾股票基本单位为章 当投资人的资金不够的时候 可以选择购买零股交易 而美股的基本单位为股 一股五股一百股的模式去进行交易 如果你想要买的标的价格较高时 资金不够买进一股的话 多数的股票可以买卖碎股 碎股就类似台湾零股概念 多数股票可交易至0.0001股 让投资人可以用小资金即可参与 那交易费用该如何计算呢 美股买进与卖出的收取费用不一样 买进美股除了成交价金额 一样会收取券商手续费 而卖出会产生两笔费用 交易征费0.0008% 活动交易费0.000145美元 事实上交易美股的费用 比台股交易税还低 了解费用后就是交割制度 台股买卖股票的交割皆为提加2天后 会进行扣款 所以投资人就算账户没有资金 可以在提加2天内补上再进行扣款 而美股是买进当下进行圈存 什么是圈存呢 跟台股筹签股票类似 投资人筹签需要先将资金补上 再进行扣款 而美股买进标的 会将此资金先在账户上圈起来 但账户并没有进行扣款 买进美股当下进行圈存 提加1天上午进行扣款 那投资人卖出股票后 当下系统会直接将资金回到再图款中 提加3后资金会回到账户 什么是再图款 股票卖出系统会先记录资金回来 但真实资金会提加3进到投资人账户 而提加3之前再图款的资金是可以再继续买股票 用最快的方式了解 圈存 买股票先圈住资金 但并还没有从账户扣款 再图款 卖出股票后 系统会先将资金记录上 但还没有回到账户内 口袋有两种交割模式 帮投资人整理一张表格如下 快速了解自己要用口袋钱包当作交割户 还是中心外币账户 可以依照交易周期当作区隔哦 投资美股用口袋 轻松买美股